号称全台最长最深的 新以上双龙七彩吊潮 桥面每隔50公尺 就会变换一种颜色 一共是七种颜色 因此被称为是七彩吊潮 县府预计春节前后 就会开放了 好连南投还有一个 最就是清静的 高空景观步道 是全台最长 而且最高的步道 不只可以远眺求来山 跟河关群峰 因为步道横跨了牧场区 走在上面 你还可以看到草地上面 有杨妹妹在飞 小姐小姐我要一张 天空步道的门票 一位吗 买到门票之后呢 其实顺着这个阶梯走上来 这个地方就是 天空步道的入口处了 这边帮我们盖一下手张 好 一走进来 两旁是高耸的台湾山 绿印中透着些许微光 但是跨越台十四甲线后 好像开启了小叮当的任意门 手给人家关了 好 漂亮喔 漂亮 漂亮 抓不 在 眼前群山万祸 视野瞬间一望无际 不只能远眺起来山 还有荷关群峰 这可是全台最长 而且最高的步道 我们美风景超漂亮 然后就很想要看绵阳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 你自己爬的话 可能会有一种挑战的感觉 那这种这样子看 心胸很开阔 步道一路 蜿蜒而上 洒下的金黄色日光 搭配十多度的凉风 这样的悠闲步伐 不多不少 刚刚好 可是 这样一边上坡一边拍很累 如果你像我们的摄影大哥一样 很霸咖的话 其实有一条路线 可以走得比较轻松 从青青草原这里开始走的话 会像我这样一路是往下坡走 走起来呢 比较不好体力 不用爬坡 可以走得优雅一点 而且步道横跨 绵羊的牧场区 脚下就能看到 在草地奔跑的杨妹妹 亲近的这个天空步道 一共全场有大概1.7公里左右 等一下 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秘人物 神秘人物是我们的县长 县长今天特地来走步道吗 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今天 我特地带我们 南投县议会的议员 来走这个高空观景步道 走在这个步道里面 可以看到四面的环山 这个非常的漂亮 尤其这个天空不断地在变范 是像一幅画一样 变来变去也非常的好看 镜头捕获野生的林明珍 他带着一群议员来步道勘查 所以我是建议我们所有全国的公务人员 都加入都到南投来 来这边走清静高空观景步道 你一定会受病一定会增长 走完会不会累啊 会累 很舒服 这个坡度都刚刚好 长官们脚趁都很快 但是在这里 慢慢走或是停下脚步 喝杯咖啡 可以静静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在步道大饱眼福后 武藏庙当然也得照顾一下 把无锅鱼对半一打开 里头塞了满满的香料 这道包料鱼是云南很道地的料理 板纳的烤鱼是歹竹的一种菜 它里面包的就是 主要是香料 香茅 还有辣椒跟佐料 不止鱼的做法很特别 这碗米线看似普通 但是老板可是特地 从云南买机器回来 用台湾的纯米制作非常高纲 它跟米粉不一样 其实它有一点像米苔吧 但是它用机器做出来以后 它比较扎实 因为历史背景因素 亲近有很多云南歹族 也就是俗称的百姨族后裔 上山来边看美景 边品尝独特的香辣料理 也成了游客的清单之一 吃完了正餐 甜点也不能少 五彩缤纷的巧克力 有粉色爱心 也有红色草莓 这块布朗尼上面的夹心巧克力 还得过奖 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它 蓝色的星空 一倒下热巧克力 外壳预热慢慢融化 这时才看到 原来星空巧克力里头 藏着水果松饼 这个球体呢 其实都是巧克力 所以淋上我们就是特调过的 然后加热巧克力淋上去 它就会爆开 吃饱喝足 打起精神 眼皮可憋松了 我们还有下一团 离开清静之后 其实南投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不啰嗦 我们马上出发 它一路都是这样子 直上的斜斗坡吗 对对对 一直到吊桥的桥头为止 这样爬上来也是很会喘耶 当你爬到开始怀疑人生 别怕 这时吊桥就在眼前 这边怎么有个红色的门挡住呢 过不去耶 这个现在不能走 这是给水管走的水管桥 我们现在新的双龙七彩吊桥在上面 我们现在走的是阶梯式的桥面 比较特别的是 每隔五十公尺 这个桥面就会变换一种颜色 一共是有七种颜色 走在这里 就像是漫步在云端的彩虹里一样 每一个颜色的心情都不一样 感觉很舒服 让人家感觉很心旷神怡 然后上面又有瀑布下来 整个就是让我们来这边享受芬多金 七彩吊桥全长有三百四十二公尺 距离溪谷的深度相当于三十层楼高 号称是全台最深的吊桥 镂空的桥面更挑战你的视觉感受 刚刚下来的时候我感觉脚会麻麻的 有点紧张 可是后来我觉得它很稳 不会这样下一般吊桥 它会左右摇晃这样的感觉 走完了双龙七彩吊桥 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观景平台 这里有什么秘境可以看呢 答案是双龙瀑布 瀑布从百米高的峭壁上起势而下 上瀑和下瀑布因为高低落差 营造出了水沿纷飞的景象 这里之所以称为秘境 因为先前除了走战道进来 或是冒险走输送部落用水的 这条水管桥才能一览瀑布风貌 但是现在水管桥已经封闭 新建造的七彩吊桥 2020年春节前后就会开放 到时秘境里的峡谷瀑布 就在眼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